恭喜恭喜呀 5月7日郑凯前女友程晓月发文官宣生女 她在文中称 新手奶爸奶妈已经上岗 希望baby Ellory幸福快乐地健康成长 程晓月先是晒出自己和老公的恩爱照片 刚刚生女后的程晓月身材就恢复得很好 身穿牛仔背带裤 打扮得少女感十足 一点也不像是当妈的人 而她的老公则是一身黑色休闲装 夫妻俩身情对视 满屏都是粉红泡泡 而在另一张照片中 程晓月的老公抱着女儿 她一手托着女儿的头 一手抱着下半身 看起来很是小心翼翼 还有一张是小宝贝的小肉手 肉嘟嘟的好可爱呀 最后程晓月还大方地晒出女儿的正脸照 小公主有着一头乌黑浓密的修发 小脸肉嘟嘟的 努力抬头的样子真是萌化人了 看到程晓月成功当吗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恭喜 一看就是女孩啊 含着金钥匙的宝宝 这发两实在是羡慕了 很放松 但是其实瑜伽衣 它是需要一点点素身感的 其实在这一点上做的是很好 而且它的颜色做得很好 它是用的低饱和度 董洁这状态也太好了吧 5月6日董洁开直播带货 在介绍一款瑜伽服的时候 董洁将衣服穿在身上 为大家介绍 没想到穿上紧身服的董洁 将自己的好身材一览无遗 小腹平坦一点支肉都没有 而且一双笔直大长腿更是抢筋十足 要知道董洁的官方身高材1米6 虽然是小鸽子女生 但是比例却很好 这腿是真的长啊 看董洁平时应该有在坚持运动健身 皮肤白皙 整个人的状态看着就很精神 简约 优雅的穿搭 彰显成熟女性魅力 这身材和状态都比同龄人好太多了 据悉现在的董洁日常分享真的是治愈感满满 看见他轻言细语温柔的说话 也看见他自然大方展示自己的素颜和皮肤的小瑕碎 这样的董洁真的是很接得气了